大家好,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我是宁静 6月4日是天安门六四事件33周年纪念日 北京不但多地突降大雨冰雹 北京上空还出现了一副犹如魔鬼脸的异象 看着是很瘆人 当日北京顺意通舟等多地区遭遇大冰雹袭击 大冰雹直径达5厘米 网友表示,貌似平静的北京在六四当日也无法平静 据中共官媒报道,6月4日晚七时许 北京上空出现巨大的火烧云版机羽云 位于北部的天空中,在落日映照下,西沉渐渐燃菊 然而云朵中却惊现魔鬼脸的画面 而且大魔鬼脸的边上还有个小魔鬼脸 魔鬼脸云朵出现以后,北京气象局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未来两小时通舟顺意朝阳东部 可能有雷震雨天气,并伴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 小冰雹和短时强降水 据网上传出的视频显示 当晚北京通舟顺意怀柔评估等地,均降下大雨冰雹 冰雹伴随着狂风雨水,铺天盖地地砸下来 地上顺势是白茫茫一片 还有视频显示,地面上是一层厚厚的冰雹 两名北京男子正在产冰雹 网友惊呼 我去,北京下冰雹都玩这么大的吗 这得有30厘米后吧 下的地区得多少辆汽车满脑门试包啊 北京市民拍摄的照片显示 顺意的冰雹直径达5厘米 通舟的冰雹目测也有4厘米 而且还长着刺突形似COVID-19 北京下病毒冰雹又说明了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吗 6月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 刚刚发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BA5 传染力极强 不知道北京下的这个病毒冰雹 与上海刚出现的新病毒有什么关联呢 不知道是否预示了北京的疫情将会更加严重吗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1989年6月4日 中共出动军队和坦克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 广场上血流成河死伤无数 这一事件被称为天安门六四惨案 但中共政府多年来严厉封锁有关六四的真实信息 不但对内谎称中共政府没有屠杀学生 还炮制了学生残忍杀害战士的假新闻 但是当时呢 学生们已经是绝食饿了几天了 互相搀扶 赵紫阳含着泪请学生离开去吃口饭 影像都还在 试问一群饿了几天的学生是如何杀害一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的 这就是中共一直以来的手段为自己的镇压和屠杀找寻借口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六四屠夫李鹏 都是借助六四事件踩着学生的尸体上台的 而就在中共这个最敏感的日子里 北京上红突然出现了魔鬼脸意象 并降下大冰雹 这说明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聊一个更令人震惊的意象 1999年7月 美国太空总署偶然间拍摄到了一张地球卫星照片 显示一张恐怖的魔鬼脸笼罩了半个地球 虽然美国当局认为这张照片不具有任何意义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看后 要求将这张照片复制发给教宗和各宗教领袖 前太空人理查高伦 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看到照片后说 总署说那是巧合 我说那就是恶魔 或许你可以说一只大象出现在云层上是巧合 看到一只兔子也是巧合 但现在出现了广达1200英里 覆盖半个地球的撒旦邪恶面孔 你还能说那是巧合吗 一位美国太空总署的官员说 这实在是一件难以解释的事 因为人类从外太空对地球的观察 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这样一张恐怖的具有魔鬼形象的面孔 为什么会在最近才发现 这是否与法国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关于本世纪末的大劫难有关 另一位资深的前美国太空总署专家则说 我们对自身及地球以外的生命和事物 实在是一无所知 这张照片简直就是另外空间生命 给人的一种暗示 有人说这张脸很像希特勒 但我却觉得它更像 我甚至有一种潜在的感觉 那张恐怖的面孔所覆盖的土地 正是处于宗教迫害和独裁统治的 1999年7月 所出现的这张恐怖的地球魔鬼脸异象 使人不得不联想到世界著名的诺查丹玛斯预言 17世纪法国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 在诸世纪一书中写道 1999年7月 为使安格鲁亚王复活 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 届世前后 马尔斯将统治天下 说是为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诸世纪是诺查丹玛斯 写于400多年前的短诗集 在看似杂乱物账的短诗中 重大的历史事件 如法国大革命 希特勒之崛起 及重要发明 如飞机原子弹等 都逐一应验 其惊人的准确性 令世界各地崇拜者惊叹不已 很多世界性的大事 如拿破仑兵败 华铁卢 希特勒的兴起与战败 二次世界大战发生 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 原子弹爆炸 日本战败投降 苏联解体 天安门六四事件 纽约世贸大厦911被撞 512汶川大地震 都已经逐一应验 诸世纪出版后 成为西方新的预言圣经 几百年来持续再版 直到今天依然畅销 然而像所有的预言一样 语句都是晦涩难懂的 不可能直白地 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所谓天机不可泄露 往往都是历史事件过后 才被人们破解 诺查丹玛斯在这首诗里 再也没有使用 他那惯用的闪烁 其词的手法 其他预言都没有 像1999这个预言 出人意料的 说的时间这么精确过 这说明此事件 关系重大 非同一般 此段预言中 马尔斯也就是Mars 指马克斯就是Mars 在诸事记中 曾经用西斯特 Hister 指代希特勒 Hitler 那么两者呢 用法类似 这是预言常用的手法 因为预言中 姓名不能完全说出来 需要用一种猜谜的方法 或者呢 用同音字 或改变其中的 一两个字母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中共是共产邪恶主义政权 而西方国家采用的 这个高税收 高福利制度 其实也是变相的 共产主义 届时前后呢 马尔斯将统治天下呢 是说1999年7月 将发生一件极其恐怖的大事 恐怖大魔王将降临地球 而发生这件大事的前后呢 世界将被马克思主义所统治 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的前后 魔鬼已经统治了整个世界 现在我们也都已经看清了 共产邪恶主义就是魔鬼 不光以中共为代表的 共产主义阵营被魔鬼掌控 西方的自由社会也全部沦陷 就连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 也已经倒塌 都早已被极左政权所掌控 这个极左政权呢 其实就是披上了 自由外衣的西方共产主义势力 所以说呢 中共与西方的极左政权 其实就是魔鬼的左右手 它已经完全掌控了人类世界 将地球玩弄于鼓掌之间 说到这里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 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他在几百年前就已经精准的 预见到我们今天人类的社会形势 一点不差 说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幸福生活 是指共产主义所谓的解放全人类 建立人间天堂之说 以及西方的高税收养缆汉政策 以至于现在都可以大摇大摆的 到超市里去抢东西了 看到什么喜欢的就直接拿走 只要一次不超过一千美金 都不能算偷也不能算抢 营业员呢不能阻止 警察都不能管 你看这多好 这可真是提前实现社会主义了 那些游手好闲的社会流氓和无赖们 可真是过上幸福生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1999年7月 世界到底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呢 我们翻查一下当时世界所发生的 所有重要事件的新闻 1999年7月2日为期三天的联合国大会 特别会议降下帷幕 1999年7月9日 伊朗首都德黑兰爆发示威游行 一名德黑兰大学生在反政府示威游行中 不幸丧生 1999年7月5日 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的康拜努尔发射场 用质子火箭发射卫星 火箭升空几分钟后发生爆炸 碎片散落地面长度达2000公里 1999年7月16日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之子驾机逝世 1999年7月20日 中国新兴石油公司宣布 在世界屋脊找到石油 1999年7月20日 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 发动了针对当时中国大陆近 一亿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 从此神州大地一片血雨腥风 他们四处抓捕法轮功学员 进行洗脑老叫判刑 以及酷刑折磨活摘器官 致使至少几百万法轮功修炼者 被迫害致死致残致风 甚至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 被活摘器官 无数善良的家庭被迫害的家破人亡 妻离子散 直至今天迫害仍在继续 好我们再接着看 1999年7月23日 四毛年6月11日 摩洛哥国王哈萨二世实施 1999年7月25日 俄罗斯政府总理斯杰帕森 对美国进行访问 1999年7月 整个世界所发生的大事就这些了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 这所有的事件中 真正能引发魔鬼脸的大事 唯有7月20日 中共动用整部国家机器所发动的 针对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迫害 因为魔鬼永远是迫害正信者的 而地球恶魔脸 正好在这个时间出现在地球上空 笼罩了半个地球 同时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也在这个时间点上重合 所以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需要纠正的呢 是恐怖大王将从天而降 并不是人们所取解的人类将要毁灭 而是说一件震撼整个世界 甚至整个宇宙的极恐怖事件将要发生 那就是中共发动的针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 从那时起呢 一群坚定正信的最善良的人群 开始成为被打压诋毁的目标 中共要实行将他们从名誉上搞臭 从经济上截断 从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人类历史上只有这个变异魔鬼 创造的嗜血集权 才能干出这种迫害上意 正直善良人群的残忍而又荒唐的事情来 只是这滔天的罪恶 却被一个将黑手伸遍全世界的庞大政权 在系统性的谎言和欺骗下 被强制的精心掩盖和粉饰着 古罗马帝国因为发动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 而遭致了三场大瘟疫遍地死尸 最后强大的罗马帝国在瘟疫中走向灭亡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而人们却仿佛从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回望目前这场肆虐全人类的大瘟疫 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还在继续着 尤其是中国大陆目前尤其严重 而且这场大瘟疫也正是从中国大陆爆发的 人是不可能挑战神佛的 人做了什么都得还 只是神佛慈悲 在一次次的给人改过和选择的机会 但机会会越来越少 看看现在中国大陆异象灾难频现 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 那就是神在一次次的警示世人 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 选择和改过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再不抓紧可能就永远失去机会了 千万不要跟着中共这个魔鬼走 不要跟着它陪葬 坚守道义和良知 才能走向光明的未来 好 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